未来两年 建议每个家庭必备的九件东西 面对灾难或许能救命 2021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熬的一年 从疫情再到洪水 台风暴雨给我们带来了不敢想象的重创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在未来两年 建议我们每个家庭都必备这几样东西 面对危险来临时 甚至可以救一家子人的性命 那么什么东西如此重要呢 此时观看手机的你一定要耐心看完 大家好 欢迎观看人文硬和科普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最大动力 长按点赞还可以触发超级赞 虽然如今人类的科技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是面对强大的自然灾害 人类还是显得渺小 束手无力 自然灾害是每个国家最头疼的事情 因为面对重大自然灾害 人们只能防范 防范还是防范 尽可能地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 和保护好人们的安全 从2020年开始 全球发生了各种大灾难 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洪水 在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非常渺小 但是我们的国家是非常有力量的 它可以在你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 来到你的身边 但是我们还要防范于未然 我们要有自己的预防措施 不要光靠救援人员的救援 在面对危险的同时 我们难免会受伤 黄金72小时是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黄金救援期 这是救援界的共识 救援界认为 灾难发生之后 存在一个黄金72小时 在此时间段内 受灾的人存活率极高 在紧急情况下 当救灾人员无法第一时间照顾到你或找到你 做好准备可以减少紧急情况对你生活的影响 并使你更有能力应对未知事物的混乱 以及完全避免危险 所以我们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是非常有必要的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应对的 不仅仅是自然灾害 比如去年的疫情 好多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家庭生活 当被禁风且超市的货架空了时 几乎束手无策 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在面对危险和灾难时 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就是水 在地球生存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氧气、食物和水 没有氧气你只能坚持三分钟 没有食物人可以生存七天 而没有水你能坚持三天 这三天当中你会经历四个阶段 逐步走向死亡 水是生命之源 每人每天至少要饮用 一比二瓶五百毫升的水 这意味着 如果你的家人由三个人组成 每天则至少需要三千毫升的水 三天就至少需要九升的饮用水 为了避免水源受到意外因素污染 还需要准备一些二氧化绿片 一瓶一百片 也比较好保存 一小片就可以净化几十升的饮用水 断电不可怕 可怕的是断水 一个人没有食物 也许可以活几周 但是没有水 却活不了几天 我们都需要保证水的干净 安全 没有细菌和寄生虫 家中可以常被瓶装 或桶装的矿泉水 去年日本台风期间 看过日本的城市断水的情况 因为供水管道被洪水冲毁 日本民间的灾备意识 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堆应急用品 无论食品还是饮用水 或者日用品 第二个需要准备的就是医疗箱 在人类社会中 便存在一个词叫做未雨绸缪 简单来说 就是在灾难发生之前 我们就需要具备危机意识 提前去做一些准备 这样才会让我们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 可以临危不乱 比方说家中最应该常备的 物品之一医疗箱 家用医疗箱里 通常应包括三类物品 应急药具 应急物品和应急工具 应急药具分为应急药品 和相关的医疗用具 应急药品通常应包含退烧止痛药 抗感冒药 抗腹泻药 老人儿童的止咳化痰药物等常用药 就心丸等急救药 以及根据家庭成员身体状况 适量储备的处方药 相关的医疗用具 往往包括 消毒用具 如酒精湿巾 点斧等 这些医疗用具 能够对窗口进行初步消毒杀菌 医用材料 如纱布 三角巾 窗壳贴 绷带 则可以进行简单包扎 有老人和儿童的家庭 还可以储备适量医用弹力绷带 火灾 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发生时 老人和儿童 可能更易受到伤害 而弹力绷带 相较于普通绷带 对窗面敷料的固定 限制肢体活动的效果更佳 更利于创伤的愈合 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子 他们很容易在夜里 没有任何征兆的发病 这个时候 其实想要立刻得到救治 家中一定会手忙脚乱 不过如果有一个 常备的急救箱 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至少可以在120来临之前 帮助缓解和拖延一下时间 第三个 我们要说的就是食物 说起食物 我们最常想起的 就是方便面 方便面的主要成分是小麦面粉 棕榈油 调味酱和脱水蔬菜等一些简单食物 但这些食物都是补充人体营养的必需成分 方便面可以干吃 还可以冲水泡着吃 既可以快熟冲鸡 又富含营养 而且只需要一杯开水 就可以填饱肚子 不仅储存时间长 而且便宜好吃还方便 可以说是家中应急必备食物 其次还可以准备一些肉干 脱水水果 牛肉干或牛肉棒 它们富含蛋白质 脂肪含量低 但那含量也高 肉干在良好包装条件下 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储存条件 其他类型的肉也可以 不如鸭肉干 猪肉干等等 脱水水果 如葡萄干 蔓越莓干和杏干 是另一种储存水果的方法 虽然脱水会损失大量的维生素C 但可以保留了所有其他的营养 只要保持容器密封 它们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还有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用蓬化粉制成 压缩饼干具有香酥脆 不吸水变软的特点 由于蓬化时 经高温高压灭菌清毒 适宜长期保管和运输 用塑料袋包装 既卫生又方便 很适于求生应及时使用 压缩饼干 是用面粉或水或牛奶 不放酵母而烤出来的 作为旅行 航海 登山时的储存食品 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用于军人们的备用食品 是非常普遍的 在家中常备一点 便宜且不占地方 不时之需定能用上 其次像罐头 巧克力 火腿肠饼干 坚果这些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我们人体所需的东西 都有了保障后 还需要的就是一些重要物资 也就是第四个 需要准备的是哨子 没有一种喊叫 可以与尖利的哨音匹敌 当你被困在某处 无法出去的时候 哨声可以让救援人员 听到你的位置 在无线对讲设备还不发达的过去 街头的巡警都是用哨子来呼唤支援 于是高频哨 当然也成了必然的应急装备 许多朋友都在问户外哨子的使用方法 在从前中国人为了好计好用 常用三长两短作为急救哨声 往往与国际接不上轨 现在转载一贴 方便大家了解哨子通用的使用方法 在野外遇险 野外救援求生哨子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有更好的通讯设备代替哨子 但哨子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一旦现代通讯设备没有了电力供应 信号屏蔽区 军事禁区 方位确定 水中遇险等 都是哨子大显身手的时候 哨子的语言很丰富 也很不规范 没有规范和统一 有他自己的道理 比如遇到同频干扰 以致无法告诉大家转到另一频道机会 或者说我们在搜救中发现情况又不想被别人听到 这时候就是字编哨子语言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外人并不懂其中的意思 这就是隐性哨子语言的作用 第五个需要准备的就是火种 一般来说就是打火机或者火柴 如果你是野外达人 你家里可能还有更为经久耐用的打火石 在避难的路上没有了电力 火将会成为你最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能源 利用取火工具你可以点燃树枝 做成火把照明 更重要的是只有利用火 你才能加热食物 填饱肚子并且烧开生水 煮沸杀菌 防止因为细菌感染而一命呜呼 没有取火工具 我们很难在野外生存 虽然人人都听说过钻木取火 但是真要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简单 是否能找到合适的火融 周围环境的湿度和风速摩擦的速度和时间 以及你的体力臂力运气 都会极大的影响取火的成功率 精疲力尽的忙活几个小时 却燃不起一点火星 甚至手掌破皮导致感染都是常有的事情 对现代人来说 带上取火工具是求生时得必须选择 第六个需要必备的东西是充电宝 当然在如今的生活中 充电宝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必备品 就是因为现如今的生活中 手机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同时手机在关键时刻也是救命的重要物资 所以一个手机就需要充足的电 那么就要有一个大点的充电宝 当然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的广大民众 都有充电宝 但是一般的家庭中的充电宝都比较小 在关键时刻都是充当即用一次的作用 而这种小的充电宝就有点小 在家中储备一个大点的即用充电宝 还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将充电宝的电充满 因为如果没建那跟个半头砖一样没用 第七个需要准备的是照明工具 就比如是手电筒 防水防爆手电筒和蜡烛荧荧光棒等物品 一般在遇上灾难的时候 总是会失去电力 因此在受困或者需要求救的时候 手电筒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毕竟手电筒的射程比较远 光照范围也比较大 远比依赖手机的小电筒好 防灾应急箱中的照明设备 要放置应急灯 放置防潮火柴 放置蜡烛 这是由于蜡烛不怕潮湿等的影响 质量牢靠 除了能照明外 还能够充任火种和判别所处环境的氧气含量 一般的蜡烛能够连续燃烧4到5个小时 比大多应急灯能够供给的照明时刻都要长 第八个有必要准备的是保温保暖的需要 除了起到应急作用的保温毯 最重要的是多储备一些棉被 毛毯 预含衣物 衣物上甚至可以使用魔术贴 贴几个比较显眼的反光条 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向救援人员标示自己的位置 当然了 除了使用衣物保暖 中国家庭最为重要的保暖措施应当是空调 电热油厅和暖气片等 但考虑到电力设施在寒潮天气下可能失灵 考虑到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购买发电机和储备大量柴油燃料的可能性 小编觉得 咱们不妨复古一些 准备一个小的煤炉 但只是应急作用 未必能用上 最后一个就是我经常用到的口罩 要知道现在的新冠肺炎还没有结束 所以口罩也是必备品 同时如果在灾难中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灰尘等有害的气体 口罩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物资 当然现在口罩在每个家庭中相信都储备了大量的口罩 因为大家在出门的情况下也经常会用到 常言道 有备无患 提前准备好这些物件 虽然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见到 但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毫不考章的话甚至可以当作救命的工具 我们不希望灾难的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我们应该学会如何避免和应付 如果一旦危险到来 我们准备的这些东西就可以排上用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对待这件事情如何看待 欢迎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看法 同时感觉文章还不错 评论转发加个关注 让更多人的看到 我是人文硬和科普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